那今天现在六点半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座,就是大宗商品的这个专题系列,那我们这个系列呢会涉及到原油啊,天然气这些产品,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会讲大宗商品这个,那如果大家是对大宗商品非常感兴趣的话,特别也是最近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板块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大家来就是持续的收听我们这个课程。 那今天呢我讲的这个市场呢就是原油市场,我相信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从24号以来一直有在每天关心这个国际大事和新闻的人,应该有留意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冲突,那我们现在呢就抛开我们自己的这个政治的立场,那今天就会通过作为一个普通投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一个原油市场。 这个情况,不知道大家最近今天来参加这个讲座的朋友们,大家愿意跟我互动一下吗,来分享一下你们最近关心的一些产品,那是股票呢, 还是像黄金啊, 谢谢大家最近开始之前呢,需要做一下风险提示啊,那我今天这个文件,以及我今天讲的内容所提供的信息呢,仅为一般属性。 没有考虑各位的一个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或者其他需求 所以在你们做出决定 投资决定之前呢 建议大家寻求各自的独立财务顾问的一个意见 好的呢 这个是英文版的呢 主要说也就是我今天的这个 这个是generalize 没有take into account to objective sorry financial situation or needs and objectives you are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seek advice from independent financial planners 那今天就是风险提示就结束了 那我们首先来重点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就是周日 周日了以后呢 其实整个白宫 首先是白宫表示啊 在日本加入之后 所有的机器国家 就七个这个主要国家 已经一致同意制裁俄罗斯的央行啊 那将一些对啊 这个他们的一个措辞呢 是一些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 那呃 所以我今天首先我会直切主题啊 然后来讲一下这个Swift系统 会对整个的俄罗斯的一个 现在经济或者是未来贸易的情况 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首先呢 就是结论就是假如他是被完全移除出这一系统了 那就意味着没有办法用美元进行结算 只能通过他自己本国的货币 或者是和其他签订的货币互换这个协议的国家进行贸易 我看Lisa也跟我互动啊 说他最近做的是三大股指啊 黄金白银 货币队 最近啊 货币队应该是美元相关的货币队吧 还是和澳元相关的 那我们接着讲啊 现在市场呢是把这个把这个Swift的一个制裁是形容成欧美向俄罗斯投下的一枚金融核弹 那我们今天就会讲一下到底什么是Swift 我相信如果在澳洲生活比较长一段时间的朋友们应该之前都是有经历过换汇这件事情啊 比如说把把钱从中国的啊 sorry不是换汇啊就是转账啊国际转账 那可能你是有把把一部分钱从国内的银行转到啊澳洲银行 那很呃其实大部分时候你很很有可能会这个呃有看到一个词就是Swift 他想填入这个Swift code 那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是呃你一定要填 有的时候是可填可不填的嗯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Swift 然后呢他在国际贸易中到底是占据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呃呃呃然后这一次呃呃G7各国呃呃 呃一致针对这个呃呃俄罗斯的一个SWIFT的制裁会给呃大家都带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呃如果大家之前有关注这个呃金融市场的话应该知道 SWIFT这个制裁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之前的时候其实呃 伊朗也是因为核项目是受到过SWIFT的制裁呃 呃当然SWIFT的制裁呢只是其中制裁的一部分 那这个制裁最后的结果就是使伊朗几乎损失了占其呃外贸收益呃外贸收益呃外贸收入百分之三十的一个石油的一个出口收入 这个是之前的呃伊朗一个情况那我们来讲一下SWIFT它简称就是啊它其实就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一个简称 它呢是成立于呃1973年5月总部其实是设立于这个不呃sorry应该是比利时的啊 然后是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合作呃国际合作组织 其实我们听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协会而已 也就意味着呢它其实并非一个政府组织 它不它理论上来说应该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 那它一个主要功能呢就是 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呢就是以报文为单位进行成员机构进的一个信息的传输 向全球开放的呃呃提供会员呃sorry提供成员这个机构间安全快速的一个电子通讯服务 所以呃所以这个地方我强调它是它其实是一个通讯的系统 而不是网络上误传的一个结算系统 现在很多人对它有个误解就认为它是一个结算啊 但是实际上它仅具有信息呃传递这个功能 不涉及到心心算也不影响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向 那通俗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频看作是专门给呃各 例如说银行之间用于传递信息一个聊天软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呃wechat吧 啊那各个例如说各个国家的各个银行都属于自己唯一的一个 这个可以我们把它想象成微信号 也就是这个sweepcode 他们之间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呃微信上面沟通交流的信息 但是他们并不会在微信上面进行实际的一个资金的交易 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明白 那它其实目前呢已经设呃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呃一万一千多家金融机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假如目前 由一家银行A银行他呃可以将自己的一个转账信息呢通过swift告诉到B银行 那B银行呢也可以通过swift回复A银行他自己是不是收到款项了 然后收到多少钱 但是呢两家银行间的真实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化转其实并不是在那个swift上进行的 这一点希望大家明白 其实呢呃呃他他目前来说呃这两百多个国家一万一千多家金融机构 每日他处理的一个报文的信息是超过三万三千六十呃呃三万三千呃三千三百六十万条 也是这个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啊 其实swift现在已经打造成全球最安全也最便捷的一个这样一个呃报文的一个软件 那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的金融机构都是这个系统的一个成员 所以正常来说如果是不同国家之间银行的一个跨境转账都是需要通过swift系统的啊 嗯所以呢这个系统实账上呢也是控制啊大多数的一个国际贸易 嗯所以如果假如真的呃现在欧美只是说部分移除啊 我呃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它现在说的还是部分移除 但是呢他没有说明就是 这一部分移除的排除了这个金融机构 涉及到哪一块业务 是不是涉及到石油和天然气的一个出口的银行 那目前来说还是不知道的 更多信息可能还会在以后会公布出来 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无法得知的 那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公平来就是客观点来说 其实Swift虽然它是一个无政府的组织 但是呢他其实目前应该还是主要由美国控制的 这个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Swift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机制 那理论上他其实是一个由成员机构 共同拥有的一个私营的一个股份公司 并且他是设立了董事会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一下这个Swift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啊 其实我们的中国银行是在里面有一个席位的 那他整个的董事会呢 其实是这个机构的一个权力机构 就具有最高的一个决策权 那设有25个董事席位 按照各国的一个Swift报就是就是他平时使用量的一个情况来分配席位 也就是你平时如果用这个这个越多的话 那其实理论上应该分配到席位更多 但是每个国家原则上是不能超过16两个席位的 所以目前来说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还有比利时六国 他们是分别拥有两个席位的 那每个董事呢就像我们的公司一样 就是每个公司的股东其实也是有一票表届权的 然后当然大部分的董事会决议呢 都是遵循的这个应该应该他们这个机构是简单的多数 多数通过一个原则 那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special resolution的时候呢 那可能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董事来表届同意才能通过 那但是为什么美国其实是实际上在Swift的这个机构里面 他话语权比较重的呢 还是跟美元在全球这个货币体系里面的一个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目前其实在国际支付结算中 大家其实应该都应该非常清楚 这美元还是占绝大多数的 那这个绝大多数的比例呢 应该是超过四成以上的 那在国际的储备货币中呢 其实美元是超六成以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Swift的这个系统的一个基础 那也就但是目前来说啊 其实刚才我也强调过了 目前来说只是部分排除 没有全部排除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判断来衡量一下这个对俄罗斯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俄罗斯也没有坐以待毙 其实他在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事件以后呢 因为其实欧美已经有一定程度上对他实施一些制裁 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想了一些办法来应对这一次的事件 就是应对这样的制裁 首先他其实是建了自己国家的一个支付系统的 也建立了他自己国家的一个金融信息交换系统 他们这个应该是叫做SPFS 然后是作为这个Swift的一个替代方案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SPFS目前还是主要在俄罗斯内使用 也就是他不是一个international的一个系统 所以国际交易方面大概率还是没有办法放弃这个Swift的系统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俄罗斯从2018年开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去美元化 那具体的表现呢 也就是俄罗斯他其实是清空了 差不多九成一个美债 而且他在他在抛售美元资产同时呢 其实大大幅的增持了黄金和其他的一个外汇储备 降低了美元资产在他整个外汇资产中的一个比重 那我们看了他一个措施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目前G7这几个国家 对于对俄罗斯制裁这件事情 特别是Swift制裁这件事情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 他没有完全完全性的说 这个我要把你的俄罗斯所有的银行都排除在 Swift这个系统之外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俄罗斯他主要的这个是粮食和能源的一个出口国 那欧盟呢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一个能源和相关的原材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所以俄罗斯和欧洲的能源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我这里有个数据啊 就是欧盟国家他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中 有分别有27%和41%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那之前特别是去年 有段时间是陈 就是其实有挺严重的一个能源危机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天然气和原油都在都在 盲涨的情况下 其实欧洲是承受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紧缺的压力和通胀的一个压力的 所以在制裁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呢 可能不完全是不完全能够站在这个道德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很多时候他可能要从国家的一个经济利益来考虑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情况 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欧美银行 欧美的很多银行其实是对俄罗斯的债券有一定的风险敞口的 目前欧洲来说的话 他的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债权人之一 那国际清算银行 他的一个数据是显示 整个在2021年的三季度 其实俄罗斯境内的实体需要偿还的国际银行 欠款的一个总额是达到1210亿美元 那其中归属于主要一部分呢 是归属于意大利和法国银行的 这一部分分别是 应该都差不多是250亿美元左右 那另外一个就主要的债主呢 就是奥地利银行 奥地利银行呢 这个金额是175亿美元 那归属于美国银行呢 是147亿美元 所以呢 这个是其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目前来说 为什么他对于这个俄罗斯的Squip的制裁呢 没有完全的排除掉所有的银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那我们就是先讲到这里关于这一次Squip制裁的一些事情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大宗商品的这个这一部分内容啊 我相信大家很多应该有关心市场的人应该都有经常听到大宗商品这几个字 那简要来说呢 大宗商品是指可进入流通领域 但是注意它并不是零售环节 所以和我们普通人去商店里买点东西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呃就是进入流通领域 但并不是流通呃sorry零售环节 但是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和消费使用的 大批量买卖的一个物质商品呢 是他是我们是把它定义为大宗商品的 那在这个金融的这个市场呢 大宗商品它通常来说是指同质化可交易 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一个商品 可以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能源 补物 基础金属 然后牲畜 稀有金属和经济的作物都属于大宗商品啊 那但是我们主要把它分为三类 一类是能源商品 也就是我们 呃 我们最近比较关注的原油和天然气 另外一个呢 就是基础的原材料 像优质酮这些基础金属 还有一些稀有金属也是属于这个基础原材料的 那剩下就是有一些大宗的农产品 比如说玉米啊 大豆啊 这些可能大家虽然没有可能很很少做交易 但是一些专业投资者会做的一些 这部分大宗商品交易 这部分呢是大宗的农产品 那每一个大宗商品的类边呢 他其实都有自己一些特定的属性啊 这些属性呢 这些特性呢也有助于帮助确定大宗商品的供应和需求 例如说有一些他会涉及到他的一个储存的一个难易程度 还有一些他的成本的效益 以及他的一个可能存在消费的频率和运输一个便利性这些问题 此外呢还有一些关于 例如说极端天气啊 例如说去年原油和天然气 有部分呃上涨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极端的一个天气啊 以及最近比较比较受到影响就是地缘政治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经济事件啊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个供需 好那我们呃主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就是这个天然呃sorry 就是这个原油啊 那原油如果我呃 其实我们说原油可能大家很多人理解 可能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油呃 呃 比如说呃 开车用的这部分油或者其他的一些油 但是实际上呃原油应该可以算是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金和呃所有商品的这个织母 也就是原油的价格其实是可以反反映我们所有商品的一个最基本的价格 那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平时用的呃车或者是铁路一些运输 也就是运输费用里面其实很多很大一部分占比的是这个油费 那还有我们平时的家电啊轮胎甚至我们的衣服很多也是跟原油相关的 呃当然那呃有很多像包装啊生活用品很多也是和原油相关的 这里我就不大坠熟了 那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介绍呢就是原油的一些基础知识 和目前来说国际原油市场的三大标杆原油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国际上的三大标杆原油 如果有做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是在我们这做交易的朋友啊 那想问一下你们觉得 全球来说三大标杆原油是哪三大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这是这三大 嗯 其实目前来说呃 整全球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生产原油的 然后原油的种类呢也有近百种了 但是呃目前来说作为标杆的也就是三大核心的这个原油市场 其实是这三大的 也就是呃 作为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这个WTI原油 我相信很多如果在我们这做交易的朋友们应该对WTI原油非常熟悉了 那其次呢就是嗯 在伦敦洲际交易所ICE交易的这个 也就是我们会叫它是布伦特原油啊 它主要的产地呢是英国东北部的这个北海油田 稍后我们会来详细对比一下这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两个区别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也在 也有在关注的也就是呃 迪拜的这个商品交易所DME的一个这个阿曼原油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做阿曼原油吧 但是应该我今天看今天来参加呃 叫呃来参加课程的很多朋友们应该主要还是做呃 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吧 那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呃 sorry MT5上呢应该是USOIL和UKOIL 那同时呢我们是提供UKO有这两种油的期货和现货的交易 那具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的话 其实我今天不会详细来讲啊 如果你们是对这个交易还有些疑惑的话 你们可以和你们各位的客户居民去的联系 让他们给你讲一下这个这个的一个区别 然后看看自己一个投资需求是什么 交易的一个需求是什么 你是比较在意呃这个点差呀 还是你比较在意这个隔夜仓息 你可以跟他说一下 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那目前来说我们来界定 因为是其实世界上有这么多原油近百种吧 那主要来说其实通过两两个指标来进行区分的 第一个就是密度 密度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最后一 到第二行啊 API度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来衡量一个原油 因为我们接下来学习一下 如何衡量这个原油是好还是坏 然后这个原油和其他原油比有哪一些区别 那就是看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就是API这个度也就是密度 然后呢这个这个数字越大呢 表示原油的这个品质越好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流的一个含量 从低流到含流呢 它的数字越大呢 就表示这个原油里面含流的这个量越大 相应来说原油的这个品质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好 那大家如果看这个表的话 应该非常明显就能看出来 这三个三种油里面哪个原油最好呀 首先API我再重复一下 API越大越好 流含量越小越好 所以是不是就是非常明显能得出来 其实WTI原油它相对来说它Quality很高一些 但是为什么如果有有做交易的人应该知道 目前来说WTI原油是比布伦特原油中间价差有一个几块钱的一个差异呀 其实相对来说比布伦特原油要便宜一些的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我会在后面再来讲一下 那我现在会继续讲这个东西这一页PPT啊 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呢 那为什么会就是就是API以这个两个来衡量呢 那首先就是国际的使用贸易中呢 如果是轻质的 然后低流就是低流含量的 就是API这个数字越大 流含量越低 这样的原油的价格 是要高于是要高于这个重制的一个含流的一个原油的 主要原因就是轻质的 然后低流的这个原油呢 它能生产更高的高价值的汽油柴油等这个轻质的 就是这一部分 那同时呢 加工这一部分原油不需要复杂的这个炼油的装置 而且它的能源的消耗也相对来说比低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 衡量原油的两个主要因素 一个就是API 一个是流含量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要做其他的原油的产品的时候 也记得要衡量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指标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这个右边这个图呢 其实现在目前来说主要的原油一个产地啊 那左边这个图就表示了 为什么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三个原油能够成为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原油的一个指标 标杆 那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标杆原油是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的 第一个你是需要具备一个稳定且充裕一个产量 然后呢你的交易市场必须透明的 且是可以自由波动的 也就是在一些无法自由波动价格无法自由波动的地区 那肯定你这个地方的你这个地区生产原油是没有办法来作为这个 这个标杆原油的 那第三点呢 它是有 就是比较充沛的这个库存量来保证交易的这个市场 大家能看到我屏幕吗 因为现在有提示说看不到我屏幕耶 可以看到我屏幕吧 应该大家能看到这几个图吧 好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刚才我们说到那三种原油的话 能够成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原油的标杆 那第四点呢就是它的交割地要方便 当然这这个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但是呢是最好设立到设立在这个方便其他城市交割啊 能够提供这个套利机会的一些地方 这样呢这个价格才能更好的反映全球的一个供给和需求量的一个比较 变化 好那我们再来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 很多人有在关注这个布伦特原油 就UKOIL在我们MT5上是这么叫的 那布伦特原油呢 它其实相比USOIL 也就是WTI原油 它是更为广泛的一个标杆的原油 是被视为是被用于例如说欧洲啊地中海啊非洲以及比如说我们这边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这个轻制低流原油的一个价格标杆 也就是这些其他地区他们来对自己原油定价 他们是依照这个布伦特原油来定价的 所以它也是被定性为轻制低流油 尽管呢我们刚刚看刚才那个图已经可以对比出来 其实它相对于WTI来说是没有那么低流和没有那么轻制的 但是全球高达三分之二的一个原油的合约交易都是以布伦特原油作为基准的 也就是其他全球来说三分之二的一个地区它的原油的合约都是按照布伦特原油来作为一个基准的 那布伦特原油的一个价格体系呢 其实是由在北海生产的五种轻制低流原油组成的 那具体是包括这其实图上已经显示出来啊 就是英国布伦特也就是以这个名字为命名的 以及这个Fortis这几个油田生产的原油 以及呢挪威的生产的原油 还有挪威有两个这个油田 一个叫Sorry for my butchering 就是我现在可能因为我也不会读那个挪威话 我就给大家大概念一下 就是这几个地方挪威的 Echo Fisk和All Sabert 这几个 这两个是属于挪威的油田生产的原油 所以 然后呢由于相关的油田产量的这个下降呢 其实从2018年开始呢 嗯布伦特原油报价机构呢 是将挪威的这个Chall这个 2018年的时候 也重新呃 纳入了这个布伦特原油价格体系 所以目前来说 它其实是由五个地 五个不同油田的生产出来的原油 来组成一个价格体系 好 这个是呃 布伦特原油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WTI原油 那WTI原油呢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了解过 其实它这个地方写的是德克萨斯中置有原油 它其实是一个质疑过来的 它这个中置是intermediate 但是呢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了 对不对 就是WTI原油 它的 它的 它是要比布伦特原油更加轻致的 嗯 然后它主要呢 是用 用那个 那个地区叫 这个地区叫 I'm sorry 嗯 叫 Oak 我再再另外一个 因为那个州的名字 我不是很会念啊 应该叫 俄克拉河马州 啊 大家如果之前有关注过这个WTI原油的话 应该知道酷新这个地方吧 酷新呢 它其实就处于这个俄 sorry 俄克拉河马州 所以酷新地区呢 就是WTI原油的一个主要的原油作家的一个标准 那当然呢 WTI原油也是作为美国生产其他原油的一个价格的标杆 比如说这个墨西哥湾它生产的中置 含流 呃 马瑞斯原油 以及 北科达它 北科达它生产的轻质 一流的这个贝肯原油 都是按照这个WTI原油来定价的 那同时呢 WTI原油还作为这个美国从加拿大 墨西哥和南美国家进口原油的一个价格标杆 呃 那 但是呢 其实是随着美国页岩器的 页岩油这个革命的一个星期啊 其实它的生产成本 我们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来说 哪里原油的这个生产成本最低吗 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们你们猜哪个地方最低啊 在之前 页岩油是最高的啊 因为目前来说 其实页岩油相对其他地区的 如果之前有来听过我们讲座的话 应该知道 页岩油目前相对其他地区的原油来说 它的胎产成本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的情况下 出现了非常多 页岩油 页岩油企业倒闭的一个情况 我记得有那个时候有个叫 Witamin的那家公司 应该是在疫情每开始的三个月 三到五个月之内吧 它已经宣告这个破产了 那所以呢 它这个这个 所以它相对来说成本是偏高的 但是呢 它目前来说也是 贩卖降低成本的一个阶段过程中 所以在2019年以后呢 美国它日原油的 就是每一天原油的产量 其实已经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了 目前来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一个产油国 对 没错 就是沙特啊 这也有助于控制WTI原油的一个价格 好 那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WTI原油 刚才我们看到 它相对来说 是比布伦特原油 它的一个 Quality要高的 但是为什么它的价格 我们如果每天有关注这个原油市场的话 应该知道 它的价格其实是比布伦特原油便宜几块钱的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2015年以后 其实美国有 取消它一个出口的一个禁令 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当时取消这个禁令以后 其实是加强了全球石油一个流动流动性 也就是原油市场的效率是提高了 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是会希望能够把握住这样一个 如果如果是它做贸易的话 它有有可能会希望把握这个套利的机会 所以呢 WTI原油目前来说是可以直接在全球市场参与竞争的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的Quality要高一些 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比布伦特原油第一几块钱 那我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 下面这张图可能就能明白了 从这张图上你们能看到什么 左边左边 左边这个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是我在EIA的这个网站上 两张图都是EIA的图啊 那我解释一下 它这个它其实就 如果大家想了解 就是全就是原文 它是怎么解释的 可以去看一下EIA这篇文章 为什么布伦特原油是要比WTI原油是要贵一些的 黄先生应该是经常之前应该常常来听我们讲座啊 所以可以答对答出来非常快速的答出来 现在目前来说全球原油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情况 大家来跟着我们跟我来一起看一下左左左左边和右边这两张图 它左边的是2014年算有点常识这样 那当时他这个文章也是解释了为什么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之间有一个这样的差异 其实之前的差异更大 之前我如果很多年之前 有这个有参与做交易或者你在这个市场上时间够久的话应该知道之前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格呢是有差20美金这样子 但现在来说应该只是几块钱美金这样一个一个差异啊 但是嗯我们来看一下主要主要原因当然可能有其他一个原因啊 但是EIA给出来一个官方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呢是代表了美国的WTI原油的一个情况 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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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陆的也就是它不是沿海的 所以呢它是需要 把 如果也就是原油呢 是需要通过从 库星仓库运送到 我们红色这个区 也就是沿海这个区因为 这个炼油厂啊都在红色 这个区啊沿海这里 那也就是从内陆的 库星仓库转移到 这个需要转移到 这个 沿海这个城市的 炼油厂来进行 进行这个炼油一个动作 所以呢这会 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图 其实非常好的能 显示出来有一个 非常大一个差异啊 那最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箭头 灰色箭头和红色箭头 其实在2017年7月之后呢 都会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这个下降的是什么 是原油的一个 就WTI原油的一个库存情况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库星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深色的 往上翘头这一部分 它的库存是在增加的 也就是整个美国地区平均的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下面三个是哪三个 首先是Midwest 不包括库星啊 然后下面是美国一个平均的库存 在这个就是Gulf Coast 我不确定Gulf Coast 是不是墨西哥湾啊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 但是反正它 它是叫Gulf Coast 那这三个区域呢 它完全是下降的一个情况 但是库星 它是一个上升的情况 也就是即使当时没有疫情啊 2017年的时候还没有疫情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存在这个运输的一个情况 那运输情况 一旦大家如果对原油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价格 首先和供需有关系 那还和什么有关系 也就是和库存有关系 因为库存呢 是供需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对吧 那如果我们看到库星 它在其就是其他地区 或者整体平均水平都在下降的情况下 但是它那个区域的库存是上升的情况 会出生一个什么情况呀 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供大于求 对吧 所以才会产生它的库存一直在增加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势必价格必须有一个discount 那才有可能 你的这个是有竞争力的 这是官方给出了一个解释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右边 就是布伦特一个一个主要的开采地方 它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主要那几个北欧的国家 主要的那个区域是North Sea 就是北海这个地方 那它主要呢是在河床 sorry不是河床 是海床上啊 Seabed 如果你看原文的话 它讲的是Seabed 所以它主要都是Seabed上 它不存在这个库存 非常增大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如果是开采完以后直接拉走了 就通过海运的这种形式要拉走了 这就是一个官方给出了解释啊 为什么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之间有一个差异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为什么它是从20块钱美元的一个 spread 就是他们之间一个差异 是从20块钱降到现在几块钱 也是由于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美国这边一直在尝试 就是增加这部分 运输的一个通畅性 所以随着通畅性的一个这个 这个加强 其实酷新的这个 库存的情况也会得到好转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回忆一下 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 WTI原油的期货是达到负值 就是因为他当时在酷新一个内陆城市 没有办法在封锁 以及运输成本在高涨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顺利的把原油运到这个沿海城市去 导致他库存一直在增加的一个原因 最终导致了美国原油相当复制 当然这是官方一个说法 还有还有很多人 我们现在不考虑这个所谓的一些阴谋论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来说 为什么 不论特原油 他没有跌到负值 但是 这个 酷新的这个 主要以酷新原油计价的WTI原油 跌到负值 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的 那我们讲完了以后 今天我讲的有点慢呀 sorry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生产 生产过 那现在来说的话 就国家而言啊 大家应该知道 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也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当我说应该是2018年还是19年以后 就已经成为这个格局了 那他每天生产的这个 这个石油 这个数字呢 应该不是在疫情的时候 应该是疫情前的一个数字 他的一个应该是每天是 每天生产1787万桶 占全球产量的一个18% 但是呢他消费呢 是1969万桶 占全球消费量20% 那在在产量方面呢 沙特阿拉伯是为第二的 那具体的是多少 我就不需要重复了 那消费国来说 大家猜一下 现在当我们一支第一是美国 第二那应该是哪个 第二就是中国啊 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第三呢就是印度 印度大概说一下这个比例吧 中国呢可能差不多是 每一日是1279万桶 占14% 但是印度呢 他的消费量是应该差不多是中国三分之一 是444万桶 好的那这个是主要一个生产国啊 那么来看一下 影响原油价格的一些主要因素是什么 比如说大家如果想做原油 我们需要看哪些东西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这里我列出来了 就是EIA的原油库存情况 和API的原油库存情况 那当然库存情况呢 英文是一个共和虚的一个最后的结果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库存情况会比较直接呢 反映出来目前供需供需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美元指数 当然这个美元指数呢 需要并证来看 他有时候正相关 有时候不相关 不一定完全就是负相关 现在很多人觉得是负相关的 但是呃 他其实和黄金呀 有的时候他也是同涨同跌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国际局势和政策 现在我们面临这个情况 国际局势这一块 那接下来就是欧派克这个组织啊 那呃 我还有一点 在刚刚这个图里面没有说到的 就是一个资本的一个支出 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其实油气的 他的一个供给呢 他其实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首先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资本开发 也就是你投钱进去说罢了 投钱进去以后呢 可以提高什么 提高这个 无论是这个公司 还这个油井 我不知道专业怎么说啊 就是这个well的一个产能 那产能上去啊 以后呢 就能提高他一个产量 所以油气供给的过程 是一个资本开支 然后产能 然后提高产量一个这个过程 但是呢 从2015年以后 2015年因为油价 有一个大幅的下跌 那到2020年的 其实是油价有进步的下跌了 所以整体来说 全球的一个整体的油气资本的开发呢 就支出了就是花在油气 这个无论是固定资产呀 还是开发这一部分的 支出呢 都出现大幅的下滑 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资本 资本支出 其实达到腰斩一个情况啊 但到了2021年的时候 全球的资本一个开支呢 其实是有小幅的一个提升 但是相比于疫情以前 以及在2010到2014年 高油价时期 其实也有很大一个差距 那其他这个图比较详细的 能表示出来这个主要的一个情况啊 那这个需求里面当然没有把美国列上去 美国能源部的 那他的这个数据呢 是官方统计的一个数据 但是他这个数据不包括战略石油储备 也就是最近大家有听说吧 呃美国和日本都说都表态可能要释放一部分的 这个呃战略原油储备 来来稍微呃就是降低一下这个油价 那所以这个原油市场交易员和很多的这个 这个呃专业机构交易者都是采用EIA的这个库存数据来来做交易的 这个数据呢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时间是呃 那每周公布一次的那是周三的这个十点半 那冬令市的话就十一点半了公布的 那这个数据呢主要是显示上美国当中的一个原油库存的情况 呃对于沥青啊及原油的一些提炼品 像呃燃油啊还有柴油 其实都属于是原油的提炼品啊就比较大影响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在关注这个呃原油投资的话 其实要看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一个时间就是呃三月二号就明天啊 明天晚上十一点半就会有一个这样一个数据来公布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就是API的一个库存那API呢 它是美国石油协会的一个简称啊 它其实这个有点像大飞浓和小飞浓啊 因为这个API呢 它其实是400家大型企业组成的 也就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呃呃运输啊销售等企业一个行业的一个协会 也就是它有点像小飞浓是属于一个民间的组织 所以它的库存的数据主要来源就是它的这个协会的成员 是一个行业协会统计的一个数据啊 那API一个公布时间呢 就是每周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里面有提到了 就是今天晚上 那API的这个原油库存情况呢 可以表现出原油相关产品消费国的一些经济情况 但是呢 相对来说API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 所以它跟小飞浓一样 它对于行情波动相对 嗯 EIA来说会波动偏小一些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API 那平时大家经常有听到API这样的名字吗 那还有一个API家 大家分分分的清楚这两个机构的区别呢 那截至目前来说API其实是有13个成员的 那5个在中东 7个在非洲 一个在南美 嗯 那据美国能源署的一个信息啊 API加在一起的原油产量 它是占全球总量的一个38% 原油储备呢 是占全球以探明原油储备的71.8%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开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对这个原油市场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API加呢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机构呢 其实是有俄罗斯领导的10个非API加成员 啊 就是石油输出国 包括俄罗斯 阿塞拜疆 巴林 文莱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墨西哥 阿曼 南苏丹和苏丹组成了这个API加 有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被称为维也纳集团 这是OPI加 所以他们的很多时候一些决议啊 会影响到整个原油的一个市场 好 那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呢 刚才我也提到季节的因素 对吧 那天然气的需求 其实是和季节和季节性和天气非常相关的 如果在天气寒冷或者冬季的时候 天然气的需求肯定是会因为这个供暖的需要而上涨的 那相应的天然气的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去年的时候大家应该有还记得这个天然气上涨的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情况吧 那当然在ATOS我们GMT5上也是可以交易天然气的 那还有什么就是突发的事故和灾难 它会影响这个天然气的或者是原油的一些提取啊 处理啊分配和消费的一些情况 就会影响它一个供应和需求 对它的提取处理分配和消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中断 都会导致供应和需求的一个不同步导致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变化 sorry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个机构的一个预测吧 这是最新的我看我在金石上 金石上找的一些就是各大机构 因为最近俄乌之间的一个冲突 它会把这个原油的价格做一个重新一个调整啊 那像高盛呢 它就是把一个月内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98美元上调到115美元一桶 我刚刚开始讲座之前我应该有看到金石推送啊 应该布伦特原油已经上破100美元了 不知道现在价格怎么样 然后小摩呢 然后小摩呢是说随着东欧紧张局势升级呢 布伦特将升至110美元 那现在应该也很快了 LTI原油呢是升至107美元 是比之前上调25美元 所以现在大部分 例如说高盛和小摩是纷纷上调了20美元的样子 那花旗来说的话是第一季度上涨12美元到91美元 它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啊 然后他会觉得在整个2022年年底前呢 是保持下跌的一个趋势 将达到60美元一桶 那雪佛龙的CEO也是在最近表示几个月内呢 有价是会升至三位数 也就是在100美元之上 当然机构的这个话呢 我们也不可以全信的 只是能够做一个参考而已啊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要交员友的话要怎么做 这个如果是已经在我们这边有做过交员的话 应该非常清楚它的一个一个情况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假如因为呃 就是这个这个原油交易 它是安逸手一手来的 那我们这里呢 最低是可以做0.01手 但是一手是多少呢 一手是1000桶 无论是WTI原油还是布伦特原油啊 都是1000桶 那现货和期货对于一手的这个 这个合约的量也都是一样的 无无就是相相应的区别 也就是现货它相对来说 它的呃点差低一些 但是它可能每天要受你隔夜仓期 那期货来说它的点差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它不会每天受你隔夜仓期 它是会换期的时候会新产生一个点差 这是我们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 因为它是每个月换期的 大家如果有做过的话应该知道 每个月换期的时候会新产生一个调整的一个差异 啊你们会看到你们的MT5上面应该有一个adjustment 所以啊会产生一个这样的gap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呃例如说现在的合约的价格和就是收盘的时候和下个月开始的时候 它之前它之间呢会有一个价格一个差异 所以我们会要做一个这个adjustment产生的 但实际上对你来说呢 其实就是新产生一个点差而已 好的那假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稍微来假设一下 目前来说假如这个这个是给小白看的 假如没有做过这个原油交易的话怎么看呢 比如说原油现在如果你看好原油未来的一个价格 那并且是在可用保证金充足的情况下 买一手原油那一手原油我们是买了多少 买了一千桶啊 那开仓价格是92美元一桶 现在应该下午的时候应该是刚才我看信息应该95还是96了 金石上面 啊好了那假设假设你在92的时候买入 那假如原油按预期上涨到一百美元的时候呢 那你的浮盈就是很简单对不对 你一百块钱减去你的成本价92块钱 那乘以你买了一手一手就是一千桶 这个时候呢那你的呃你的一个浮盈就是八千美元 当然如果你这个时候平仓呢 你就实际上的呃你的你的赚的钱就是八千美元 那假如意外下跌那就相反的对不对 你就是亏八千美元 所以在原油价格服务过程中呢 你就是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进行平仓 或者其他条件下进行平仓 当然如果你觉得例如说呃原油假如涨到一百了 你觉得是一个很大一个阻力 因为最近确实是 然后特意外原油是碰到一百的时候就下跌了 所以相对来说一百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那如果对你来说你还有两个选择 一种就是你在低位买的时候 你再一百块钱卖掉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觉得哎 他涨一百可能受到一个呃比较大阻力 那我适时的做空一下 比如说可能就买个一手 然后赚个呃那如果他跌一块钱的话 那相对来说你是不是就赚 如果你买一手的话就一千美金啊 很有可能就做个短线的做空 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是呃原油他这个做法呢 其实跟股票还是蛮不一样的 就是原油和股指这些产品 他既可做多也可以做空 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 嗯那我们 有没有些问题呢 我看已经有一些朋友有问题了 今天的时间也不多了 要我要我说一下对原油的 原油将来怎么走 其实 其实还是要看你做一个 你的time phrase是什么 如果你是短期来看的话 嗯其实很现在冬季也快要结束了 所以马上无论是当天天气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进入这个淡季了 那对市场这个影响有限 然后呢假如 呃像美国说了一样 他要释放 今天看着多少桶啊 八千桶啊 还是多少桶 说要释放这么多 八千 应该不止八千万桶吗 sorry 大家再去核实一下 反正我今天是看到说美国 可能要释放这个原油储备 当然只是一个新闻 目前还没有说一定 嗯 那对于对原油来说 它的利空在于什么 首先就在于如果释放原油储备 这就是目前来说 伊朗还是在盘判的一个过程中 那如果这个核协议最近最后签订下来的话 那这部分危机解解除了 那伊朗伊朗可以重新 啊 按正常的情况来提供原油的话 对于石油来说也是一个利空 对于 这些或者是欧派克啊 增产或者是继续增产啊 这些都是不太利于油价的一个表现 那很有可能 呃油价会下行 然后也有可能震荡 目前来说 它在92到100之间震荡这个概率 还是蛮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高炮低吸这种操作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 就要看 对于俄罗斯的一个制裁情况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去买中东原油或者美国的原油 那如果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供应减少 就有可能支撑 油价上涨 那运行到美元上方是很有可能的一个事情 但是目前来说 主要的变量在于 嗯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一个一个局势 当然如果它一直是这样僵持的话 也是有利于油价上行的 所以 看你自己的一个交易的一个time frame 和你对未来的一个预期了 还要 properly 我们下去就算不 Wa11 相好 有事 无事 Украї罗斯和乌克兰之下 多少 webpage有赋就是 现在你就不烦一下